哈喽,视频面前的小伙伴们,欢迎回来继续学习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之权益法的第三讲 那么前面有给大家讲到过长期股权投资的第一个明细科目,投资成本 那上讲的讲到的是长期股权投资的第二个明细科目,随意调整 讲到的是它的第一种调整情况 关于我们的资产评估增值减值的情况,存货固定产还有无形资产 我们要在原本的账面净利润的基础上减去实现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注意它只看实现的部分 如果是存货的话,我们关注的是它销售的比例 而如果是固定产无形资产的话,我们关注的是它折旧的金额 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务必要请大家留意它的公式 这块要求大家掌握 那除此以外,我们第二个要调整的 对这个净利润的一个调整的因素 就是我们本讲要讲到的这个会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那我们把这个拆开来看 先来看内部交易损益 什么叫做内部交易损益呢? 指的是投资方和被投资方 假如说A投资了B企业 占持有这个B企业30%的股权,并且在B企业能够可以产生重大影响 那这种情况下,A企业势必要采用权益法来进行后续计量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看B企业产生了多少净利润等等 那它产生的净利润,我并不是直接拿过来用的 我还要看有没有资产评估增值的情况 有没有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那这里讲的内部交易损益指的是A和B之间互相产生的相受 如果此时是这个A企业 它把这个东西卖给B企业 它是顺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投资的方向 所以这个叫顺流交易 而如果是B企业,这个被投资企业 把东西卖给合营贯省联营企业呢 那这种逆着投资方向的,那我们叫做逆流交易 顺逆流交易我们大致都分清楚了 其实这一块在我们本章所涉及到的个别报表上的一个处理 它是没有区别的 那我们这一块呢 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顺流交易 什么叫做逆流交易 做一个铺定就可以了 在具体的为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调整方面 不管是顺流还是逆流 它在处理上都是一样的 那这一块我们给大家讲了内部交易的问题 再来看内部交易损益的意思 现在我把东西从A卖到B这里 或者是把东西从B卖到A这里 不管怎么说 它只要没有朝第三方卖出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视同它是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内部交易 那既然是内部交易 我们就认为没有最终的去实现这个损益 所以这个部分呢 作为A企业在计算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的时候 它要把这部分给它减掉 那整个的思路大体清楚了 过后我们来看具体的这个交易事项 依然是以存货固定产无形产来进行举例的 首先存货 它涉及到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交易发生的当期 也说假如说这个时候 A企业向B企业卖了一批存货 那这个时候 B企业是不是自己要做账啊 它做的这笔账就是 什么 贷主营业佣收入 借主营业佣成本等相关的 确认收入 减转成本的这一步 那最终就会形成B企业的利润 那这个时候 B企业有一个账面净利润 但A企业在最终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的时候 它不认这个账面净利润 它这个时候要考虑 这个交易业务 它是属于内部交易 我最终算的这个 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这个是一项资产 它是不能进行高估的 既然我最终没有向外卖掉 那这个时候 A企业就说了 我就视同它没有发生 那视同它没有发生 我就要在B企业 给到我的这个账面净利润的基础上 进行调整 那这一块我们怎么计算的 这就是我们本节要讲的 一个重点内容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存货在交易发生当期 它的一个调整过后 净利润的计算公式 等于账面净利润 减据售价与账面价值的差 产与当期未最终出售的比例 如果要考虑所得税的 然后这个地方还要 产与一减25% 当然我们终极的话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 有所得税的一个影响 但是我们在考试过程中 是不会涉及的 所以大家计公式的话 就不用计黄体字的部分 就前面的部分 计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 跟前面所讲的这个 评估增值的公式 它是有区别的 评估增值也是账面净利润 减去一块差异 那这块差异 是由公允价值减去 账面价值 成为已实现的销售的比例 而我们这里成的是 为最终出售的比例 那这两个比例 大家要搞清楚 千万不要混乔了 那我们作为评估增值的这里 我一定看的是已经出售的 因为已经出售的我才会涉及到 节省成本这一波 那节省成本的金额 按照账面价值算 按照顾余价值算 它是不一样的 才会影响这个净损益 但我这里 我求的是内部交易损益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原则 就是未实现的部分 要从净利润中减掉 那所以我们更加关注的 肯定是未最终实现的部分 尤其是在这个交易发生的当期 我们关注的点是在这里 那所以我们记住 这个后面的比例 是未最终出售的比例 因为我们现在调整的是 内部交易损益 没有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好 给大家讲到这里 这只是我们存货核算的第一部分 还有第二部分 我当期讲说 我是有60%没有最终出售 但是在四年 我就把这60%给出售了 那此时 我们在第二年 也就是后续期间 对净利润 还是要进行一个调整 这个时候的账面净利润 就要把原先你减除的 这个没有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部分 给它加回来 那加上销售解去账面价值 在传与当年 已经最终出售的比例 那大家发现没有 整个的式子 它的三个要素 这个要素都是一样的 只是里面的加和减 还有这个比例 它的口径是不一样的 那这块如果是交易发生当期 我们是去减去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但是在后续期间 我是要加上已实现的部分 也就是说 我在交易发生当期 关注的是未实现的部分 而在后续期间 我关注的是已实现的部分 未实现的部分要减去 而已实现的部分要加上 那这个是我们在进行这部分 调整的一个核心思路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后续期间这个完整的公式 调整过后的净利润等于账面净利润 加上销售 这个售价 减去账面价值差异 乘于当年已最终出售的部分 那这个是后续期间 我们的一个公式 再来看固定资产 或者是无形资产 它在不同期间 我们的这个公式有何不同 首先是交易发生的当期 那既然是当期 我们也是用账面净利润去减一个数 那减的这个数呢 跟我们前面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了 我们在这里首先要理解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它实现的这个内部交易损益和未实现的部分 指的是什么 首先指的是 我假如说还是这个A企业卖了一批存货 对于A企业来说它是存货 那它卖给了B企业 B企业是作为固定资产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资产来进行处理的 那这个时候对于B企业而言是B企业的固定资产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产生的内部交易 首先没有实现的部分 一定是售价和账面价值的差额 那这个差额呢 大家可以跟我们前面这个存货相类比 前面是销售一个存货 我也作为存货 对外销售这种情形 那所以呢 我们没有实现的这个交易损益是售价和账面价值的差 乘于未实现的这个比例 但现在作为固定资产了 我们其实整体的这个差异也是售价减账面价值的部分 只是它最终实现的方式并不是对外出售 而是它留下来自己耗用 那留下来自己耗用 随着它的慢慢折旧 是不是B企业在逐渐的去耗用它使用它 那这个未实现的部分就渐渐的就变成已实现的部分 那所以呢我们用总的未实现的部分 总的未实现的部分是售价和账面价值之差 跟我们前面是一样的 那这个部分是未实现的总额 减去已实现的部分 剩下的不就是当期未实现的部分了吗 对吧 那当期已实现的部分不就是当期我们进行折旧的这个差额 对吧 那折旧的差额等于售价减去账面价值除以预计上和适合年限 如果说当年才购入的情况 我们没有满打打算这种情况 那当年的折旧贪销月份 那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调整 但一般情况下我们中级会计事务 它出的题目没有那么复杂 这块基本上是不用考虑的 那我们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那整个涉及到交易发生当期固定资产影响净利润的金额 我们调整的公式是这样子的 等于账面净利润减去售价减账面价值 这个是我们总的为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然后总的为实现的部分减去当期已实现的部分 这个当期已实现的部分就是折旧之差 你用售价计算的折旧额减去用账面价值计算出来的折旧额 两个相减就是你当期已经实现的部分 那用总的为实现的部分减去你当期已实现的部分 不就是你当期未实现的部分了 对吧 那这个金额把它扣除掉 那就得到调整过后的净利润 那好 这一块我们讲完了过后再来看后续期间 那后续期间我们主要关注的也是已经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公式 也等于账面净利润加上实现的部分 那这个实现的部分主要指的是我们的折旧差额部分 那当年你摊销了多少或者是当年折旧了多少 我们就直接用售价减去账面价值这个走的差 除以预计算可使用年限 产与当年折旧摊销的月份除以12 那后面这个的话我们其实联系这个固定采折旧那部分 我们在进行折旧的计算的时候 是首先去用这个原值减去净残值 但净残值文明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考虑 除以预计的可使用年数 那就得到每年折旧的金额 然后这个金额除以12 再缠与当年你折旧的具体月份数 不就是我们这个金额吗 就是这个公式 那只是这个公式我们是先存的月份再来除以12 它是一样的道理 好 相关的公式给大家讲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遍 因为这个公式特别容易跟前面混淆 并且这个公式还比较复杂 我们再给大家来一遍 巩固一下 首先不管是存货还是固定采物性采物 我们在交易发生的当期 关注的都是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部分 所以要用账面的进入论去解未实现的部分 而作为未实现的部分呢 如果是存货 那就是没有最终对外卖出的部分 没有最终对外卖出的部分 大家想一下这个金额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售价减去账面价值 因为我们看的是交易损益嘛 交易损益不就是收入减去成本嘛 对吧 那这个金额去缠未最终出售的比例 就是我们调整过后的这个净利润 那后续期间我们关注的是已实现的部分 所以要用账面净利润去加上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的计算公式比照着前面交易发生当期的公式来进行就可以了 存货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固定资产这块稍稍理解起来要复杂一点 我们依然来看两个角度 第一个交易发生的当期 我们关注的是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那未实现的部分一定指的是 你在购物期间内 A把东西销售给B 假如说是以400万的金额销售出去的 而本身这个存货的价值值值300万 这个就是售价和账面价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这个时候 他以400万的价格销售给P企业 B企业的账上肯定是400万对吧 那400万他过后也就是固定产的原值了 他用这个金额来积极折旧 那我们想象一下 此时由300万增值到400万 中间这个差额部分 100万的利润 是不是我们要试图他没有实现 那没有实现 所以我们首先要用账面减利润去减去这一块 售价和账面价值的差 那已经实现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加回来 那已实现的部分 就是你后续的这个400万 减去300万的这个差 也就是这个损益的部分 折旧下来的金额 那我们把它加回来 加上售价减账面价值除以预计上科十六年限 如果当年没有12个月 提满折旧或者是摊销完毕的 那我还要去乘与这个当年的一个比例 那这个是我们已实现的部分 那这部分钱是加这部分解 我把它整体放在一个括号里 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 那就是这个是总的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这个是当期已实现的 总的解当期已实现的不就是当期没有实现的吗 那这个是我们交易发生当期的一个理解 关于后面已实现的交易损益这个部分 还需要大家下去再去看一下 虽然已经给大家讲的比较清楚了 我自己认为 但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在这个地方会遇到问题 那遇到的问题 大家不妨把这个公式给它拆开来 你自己去写一下 带入一个数值去看一下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我们后面也会用具体的例题来带着大家去再看一遍 那这个是交易发生当期 后续期间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我们关注的是已实现的那个交易损益 那这一块呢 我们是售价计算出来的这个折旧 减去账面价值计算出来的折旧 只是说这个时候预计上格使用年限 折旧他将的月数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提供应试 如果不提供应试的话 使用售价除以上格使用年限 再去传以当年折旧他将的月份 然后再除以10 那账面价值也是同样的一个算法 这个就是新旧折旧之差 那我们最终把这个部分给它加回去 就得到调整过后的净利润 好 那这两部分我们都讲完了 再来看分路 分路跟前面一样 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随意调整代际投资收益 那这个金额就是调整过后的这个净利润 去乘以投资比例算出来的金额 当然 如果是 你账面净利润为负的情况下 那算出来最终的这个投资收益 或者是随意调整 应该是一个负数 那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快捷分路就是反向的一个账目处理 好 相关的分路讲到这里 我们再来看最后 总的一个原则 再给大家重申一遍 为对外部独立的第三方出售的存货 或者是未被消耗的固定产 无形资产 那这一部分会开始集体折旧或贪消的 叫做未被消耗 那存货主要关注的是 有没有对外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出售 而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关注的是 有没有被这个被投资单位 或者是这个合营企业联余企业使用 如果开始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要正常的折旧摊销 那这个也是它实现的一种模式 这两种之间是有差异的 那如果说出现这两种情况 我们就必须调整对被投资单位的一个净利润 那这是总体的一个原则 具体的分成两个阶段 交易发生当期和后续期间 这个就不再多说了 那接下来 整体的处理思路里面 首年考虑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后续考虑已实现的部分 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提过 好 关于这块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计算分析题 二某19年1月1号 A公司取得B公司30%有表决权的股份 能够对B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假定A公司取得 I项投资时 B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 负债的公共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相等 那说明没有产生评估增值这种情况 二某19年8月20号 B公司将其账面价值为800万的商品 以10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了A公司 那现在我们来看啊 分析到这里 A公司取得B公司30%的股份 说明A是合营企业 联营企业 B是这个被投资企业 那顺着这个方向进行交易的 叫做顺流交易 而逆着这个方向进行交易的 叫逆流交易 那现在我们是怎么进行交易的 是B公司把东西 以1000万的金额 送给了A公司 它是逆着我们这个投资方向进行交易的 所以这是一个逆流交易 但不管是逆流交易 还是逆流交易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 它在个别报表上的一个处理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块的话 我们只是了解一个概念 那继续来读题 A公司将取得的商品 作为存货来核算 至二某19年12月31号 A公司将上述商品对外出售40% 二某20年也就是4年 A公司将剩余的商品 全部对外出售 B公司2019年实现的净利润为2000万元 二某20年实现的净利润为2200万元 不考虑所得税 等其他因素 A公司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那这里呢 就涉及到两年的一个账务处理 首先 二某19年就是交易发生的当年 那发生的当年 我们把A和B看成一个整体 那B销售给A过后 A对外只出售了40% 那也就是说还有60%是滞留在A企业的 那也就是属于内部交易 未实现的内部交易 是40%的部分 那这一块我们先来看一下二某19年 它的一个账务处理 这一块呢 首先我们要去调整这个净利润 净利润是2000万元 就是账面的金额 减去未实现的部分 那未实现的部分应该是用 你B企业销售给A企业的这个售价 减去B企业本身存获的账面价值800万 这个是全部的未实现的部分 那现在告诉我们 对外出售了40% 那也就是说 你最终还有60%没有对外出售 所以你要去找的这个百分比不是40% 而是它的对立面60%的那部分 那这一块千万不能出错 一出错的话 我们整体这个账务处理就出来了 那这样可以算到 20某九年调整过后的净利润 那这个数我们再去乘 持股比例30% 所以就得到当年的投资收益的一个金额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怎么做的 首先未实现的 我把这个屏幕清一下 首先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 也就是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一样的意思 等约1000减800万 缠与1减40% 刚才有给大家列出来 等于120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确认的损益 是用调整过后的净利润 也就是正面净利润2000万元 减去我们刚才求出来的 这个内部交易损益120万 那得到的这个数 是调整过后的净利润 据成持股比例30% 就得到564万 那大家也可以按刚才给大家列的 这个一个完整的试资来求 也可以分布去求 你觉得哪种理解起来比较容易 就用哪种方法 那都是没有关系的 那具体的账户处理呢 是借记长期有权投资 损益调整564 大计投资收益164 那这块完毕过后 我们在后续年度进行账户处理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了 我们只关注了已实现的部分 那关注已实现的部分呢 把它加到账面建立额里面 就得到调整过后的一个金额 那我们来算一算 调整过后的净利润应该是多少啊 首先告诉我们 二毛二零年实现的净利润是2200万 那这一年呢 是把剩余的商品全部对外出售 也就是说你刚才上一年度算到的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这个120万 次年它都全部实现了 如果说你非要重新算一次的话 那就是出售的这个售价 减去账业价值800万 残余已经实现的部分 注意这个已经实现的部分 是站在2020年的角度来看的 2020年实现的部分 不就是剩下的那个60%的部分吗 那同样也是可以算出这个120来的 那算出来过后 这是调整过后的净利润 去乘持股比例30%得到696万元 所以我可以继续去做这个分路 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696万 代季投资收益696万 那这道题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通过这道题 是给大家复习了一下 整个关于净利润调整的一个公式 那在这里我们再次给大家重申一面啊 求存货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对净利润的影响的时候 我们是分成两个期间 一个是交易发生当期 一个是后续期间 如果是交易发生当期 我们是用账面净利润 减去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的部分 那这块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又是怎么求出来呢 它等于售价减去账面价值 再乘于未对外卖出的部分 未出售的部分 那这个是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一个公式 那在后续年度 我们用后续年度实现的账面净利润 加上当年实现的这个内部交易损益吧 那当年实现的也是去看售价减去账面价值 始终我们在计算 计算内部交易损益的时候 我们始终要去找的就是这个出售的售价 和账面价值之间的这个差 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损益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要传与当年实现的部分 有可能你并没有在第二年把它全部卖掉 所以你要关注第二年究竟出售的比例是多少 实现的比例是多少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道计算分析题 这道题呢主要讲的就是物定财 无形财那个板块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题 二某一九年一月一号 甲公司取得乙公司30%的股权 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取得投资时 乙公司可编任净资产的供业价值 与账面价值是相等的 说明也没有存在这个评估增值的情况 当年六月三十号 甲公司将账面价值为600万元的商品 以10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乙公司 以公司将其作为管理用的固定资产 并于当月投入使用 看没有 于当月投入使用 说明你真正开始折旧的月份 是什么时候呢 是四月 也就是七月份开始折旧 那七月到十二月里面呢 一共是六个月 比如说当年你的折旧算出来过后 你一定要考虑 要缠与一个十二分之六 因为十二个月的折旧 它只占六个月 那这里我们是需要去乘一个小尾巴的 千万不要忘了 继续来读题 预计十六年限为十年 预计净残值为零 采用年限平均法积极折旧 二毛一九年度 以公司实现净利润八千万元 二毛二零年度 以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九九六零万元 不可律所得税等其他因素 相关的会计分路为 那这块呢 我们还是分成两个年度 来进行账户处理的 一个是交易发生年度 一个是后续年度 先来看交易发生年度 我们依然是用 当年实现的这个净利润 八千万去减一个数 减未实现的部分 那这部分未实现的部分 是这样构成的 首先 总体未实现的部分 跟我们前面的存货是一样的 依然是用这个售价 减去账面价值 始终我们记得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部分 我一定去看损益 损益就是售价减你的成本 不就是这个金额吗 那这块是总的 会实现的部分 但是有一部分通过我的使用 是不是渐渐的就实现了一部分利润 对吧 那已实现的部分 我们关注的点 依然在损益这个词上 既然是损益 我还是用售价减去账面价值 那这部分呢 我拿它要去折旧 那这个折旧 先要去除以预计的使用年限 十年 然后当年 它是不是从七月份 才开始正式折旧的 所以 十二个月 它只折旧其中七个月 那实现的部分 那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部分 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式 那把后面两个部分 我把它提供因时 我把它就放在一个大括号里面 那这个加号就变成减号 而从中的这个意思 也就发生了变化 总的未实现的部分 减去当年已实现的部分 是不是就是 当年没有实现的 这部分交易损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一个处理啊 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八千减去 总的未实现的 内部交易损益 也是用这个售价减去 账面价值求出来的 再减去当年已实现的 内部交易损益 当年已实现的 内部交易损益 是通过折旧 或者是摊销方式实现的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后面的处理 是折旧的 惯用手法 除以预计 上可使用年限 然后再缠与 你当年具体 折旧的一个月份比例 再用这个 数去缠与 总的未实现的 内部交易损益 就得到 我们当年已实现的部分 那用总的未实现的部分 减去当年已经实现的部分 不就是当年未实现的部分吗 那未实现的部分 我们把它从这个8000万中减去 得到调整过后的净利润 然后这个数再去乘 我们的值股比例30% 就得到当年 我们应该确认的投资收益 2286万元 那次年呢 我们计算相对要简单一点 是用 账面经历润9960 加上当年实现的 这个折旧的部分 那当年实现的折旧的部分 注意 由于在次年来看 它是整年进行折旧 或者是整年来进行摊销的 所以你还需不需要去乘以 这个当年的这个比例 不需要吧 你直接用 售价减去账面价值 这个差 也就是内部交易的总的损益 去除以持预计使用年限 就得到你在次年 已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部分 那加起来 就是我们调整过后的 经历论 在这个经历论区乘以30% 得到20年度 你应该确认的投资收益 当然在这里呢 我们要做这个账目处理的时候 就是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286或者是3000万 代记投资收益286 3000万 这是我们相关的账目处理 好 然后讲到这里为止 涉及到净利润的调整项目 就已经全部给大家讲完了 在这里进行一个简单的小节 我们主要讲到影响净利润调整的一个因素 主要是两下 一个是评估增值 或者是评估减值 那我们重点关注评估增值这部分 这个是由于交易日产生评估增值减值而造成的 对当年的净利润要进行一个调整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当年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的部分 也是需要在交易日当年 我们把它扣除掉的 在次年我们就把它加回去 那这个一般来说处理的日期都是在资产负债表日这一天 那具体来看一下相关的公式 首先是存货 对于评估增值来说 我们是用账面净利润减去 你由于评估增值对于账面净利润的一个影响 那这块影响主要是公允价值减去账面价值 也就是你评估增值的这一部分 产与当期出售比例来进行计算的 那我们存货在评估增值这一块 关注的是出售的部分 因为只有出售的部分你才会节转当期损业 才会影响当期利润 这个是评估增值对于存货的一个调整 固定价无形价这一部分 我们的调整是用账面净利润减去 当年由于评估增值产生的这个新旧折旧差 那这个金额应该是公允价值计算出来的折旧 减去账面价值计算出来的折旧 相减的这个金额 那这个金额算出来之后 把它从账面净利润中减去 就得到调整过后的净利润 那整体来说大家记一个这个标准 你不要去详细的去记公式的每块是怎么相存相减的 你去记我的账面净利润去减哪个部分 那再去想这部分评估增值 对存货对固定产物性资产 它是怎么进行净利润相关的一个影响的 那把这些想清楚过后 即使你这个公式没有记得特别准确 但是你可以在这个考场上可以推导出来 那再来看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部分 刚才才有给大家详细的去讲过 而且讲过三遍 那我们这里再来看一遍 如果是存货 它涉及到交易当期 还有以后期间的这个处理 交易当期是用账面净利润减去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的部分 而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部分是售价减去账面价值这个损益 乘以为最终出售给第三方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调水过后净利润的一个计算 那次年我就把净利润加上已经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部分 已经实现的部分 你就要看售价减账面价值 这个损益 总的损益 去乘以当年最终出售的这个比例来进行计算 接下来固定产无形产的部分 如果是在交易发生当年的 调整过的净利润等于账面净利润减去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部分 而这个内部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部分是用总的未实现的 也就是售价减账面价值这个总的差额 减去当年已经实现的 也就是当年你这个损益 去提折旧的这个差额 那这个算出来调整过后的净利润 那次年以后年多 调整过后的净利润等于账面净利润 加上已经实现的部分 那已经实现的部分 不就是你的售价减账面价值这个总的竞损益 去折旧过后的这个差吗 那这个是调整过后净利润的有关计算公式 那在这些公式里面 大家可能会发现 我都在后面是缠了一个一减25% 对不对 那这个一减25%是考虑了所得税影响过后的这个公式 那中级会实物呢 它不会涉及到这么复杂的一个计算 那它一般来说都会像我们前面这个题目一样 不考虑所得税的其他因素 它会比到这么一句 所以大家不需要去记黄体字的部分 把它写到这里 只是为了大家更直观的去感受整个完整的一个公式而已 并不是要去增加大家的负担啊 你在具体记忆的时候把这一块周住就可以了 那关于这里我们的分路 就是借记长期股价投资 损益调整代记投资收益 计算的金额是用调整过后的这个净利润 也就是说这个公式得出来的金额乘以投资比例算出来的 好 讲到这里为止 关于损益调整里面 第一个板块就给大家全部讲完了 那这个板块我们涉及到了评估增值减值 还有形成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对账面净利润调整的账助理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关注我们不迷路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支持